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我身邊有施先生和施基金的金融公司李浩德 兩位,我們經常說股市五窮 今個月五月,上半月的確有點差 下半月,無論是香港股票 甚至乎A股,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回升 浩德,你怎樣看這件事 五窮已經過了,6月來股市有更大的昔浪 今個月,上旬和下旬有相差 頭兩個禮拜,我們之前都有提及過 通脹的數字,令大家很擔心 四月份,美國的通脹去到4.2% 當然,去年基數比較差 數字比較嚇人 但是,大家都知道今年,正如我們上一集 先生提及過,聯儲局可能會反口 有機會提早收稅 市場對這個變化,開始有些反應 當然,最近一、兩個禮拜,好像平復了 不論美股也好,港股也有些反彈 大家一開始想像那麼差 不過,港股的另一個助率,是因為 A股比較強勁 香港港股比較受,兩個比較大的經濟 或者金融體影響 美國好,或者A股好,對我們都有幫助 我相信,A股的強勁 都解釋了,為何最近這段時間 港股都可以走回強一點 先生,還是怎樣 不同一個消息 其實可以演變出不同的景象 通脹可能會來 一個可能會加息 加息,如果從負面的角度去看 利息上升了 股票要求他們的回報,就會上升 以前未怎樣賺錢的科技股,就會有壓力 利息上升,在正常情況下,都是看成對投資不利 但是,我自己也見過有些情況 一個是,加息 貨幣也不強 如果不是一加息,就可以扭轉貨幣的弱勢 這個世界,做政府,做中央銀行 就很容易做 現在,怕出現另一種情況 就是,加息,美元也不強 如果加息,美元也不強 就不是,息口的因素 防惡了投資,或者壓抑了投資的意欲 而是,變成美元可能貶值的恐懼 令資金更積極去擁有資產 所以,兩種可能性都有 我之前在我的文章也提及過 有時,這個世界會轉去另一個極端 一個是,加息,貨幣也不強 加息,通脹也禁不住 我現在怕,未來會出現的情況 加息,美元也不強 加息,通脹也禁不住 這個世界就反轉了 先生,你的看法是 投資者可能擔心,現金也不值錢 所以,盡快將資金變回風險資產 希望對時,可以對沖購買力的損失 最近,金價又好一點 我認為,都與這種擔憂有關 升穿了1900元 升穿了,又落回來一點 但整體今年這兩個月,都升得算多 好得,其實C基金曾經有黃金 你近來怎樣分析,黃金的走勢 是否擺脫了幾個月 過去幾個月的頹勢重拾升軌 甚至會創新高 如果看今年的黃金的走勢 最少應該是3和4月的時間 去年差不多到2000元 最低位到1700多元 1600多元 一下半下 可能一段時間,維持在1700、1800元 在這個區間 最近開始突然間有些動力 單月,其實15月 今個月,黃金差不多升了6% 當然,全年暫時計 將之前比較差的情況,修復失地 即黃金追上來,可能是虛擬貨幣的差勢 其實有幾個原因可以考慮一下 第一,之前有個金融市場 大家覺得黃金已經是過時的避險工具 大家就用了虛擬貨幣 亦都說,很多金融機構 虛擬貨幣由散戶 慢慢擴展到一些金融機構都開始參與 但可能經過了近期一個比較大的波浪 一個測試之後 如果一種避險的資產,可能單日會動3、40% 可能對於一部份的人 如果真的買來這些虛擬貨幣 作為對沖,他們發覺可能的功效 未必想做得那麼好 如果人們想對沖,可能找回黃金 大家的感覺,或經過時間考驗得比較清楚 有一個時期,唱得很癢 就是虛擬貨幣的功能,可以代替黃金 先生,可能是幾個禮拜前 但實際上,你買虛擬貨幣不是避險 是搭避,搭日的避景 我覺得另外,因為之前有些人在掙扎 可能將它本身對沖的需求 由黃金轉去虛擬貨幣 經過了測試之後,又回來了 另外,市況都是令到大家 整體本身的避險需求大了 尤其是股票市場,波動比較大 如果債券的息息,對債券本身的 定價,都是有壓力的 所以整體,我們觀察 美國的貨幣市場 美國最近的所謂Reverse Rappel 即金融機構,擺錢回聯儲局 其實比例都急升 代表市場都是有少少保守 部分都是幫助金價的需求 第三,我們也提及過 美元,DXY 由之前比較高位 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 比較高位回落 現在跌穿90%的近日 當美元指數比較弱的時間 對黃金都是一種支持 因為黃金通常是用美金定價 用美金偏弱的時間 就有一個比較好的幫助 當然,我覺得金價是否可以繼續升 我覺得比較大的測試 就是看看債息是否再次上升 因為你見到這段時間 金價可以動得上去 某程度,對它比較負面的因素 就是加息 其實這段時間的息口是美國十年息 都是1.6% 沒有再抽上去 因為始終金沒有利息收入 每次息開始升的時間 都令到部分的投資者 覺得有些壓力 所以如果我相信 一段時間美國的息口真的向上 而金價都能夠守得住 我想其實就是一個頗好的信號 師先生,你怎樣看 黃金一向都是你其中一個比較主要的資產 早幾個月都是波動比較大 或者走勢似乎不太樂觀 這段時間好一點 你會否增持黃金 或是你會維持 我其實都拿了不少 之前安全計減少了一些 但是比重我現在都感覺舒服 所以就未有太多的增持 但是我會 例如剛才說 加息 不要說加息 息口現在升到這個水平 其實是沒有跌太多 金價都不理會息口 都仍然升到 所以我如果看黃金能夠真的升到1900元以上 站得住 我有新的錢入的時候 加回機會 即是賺了新的錢的時候 就要放下去 剛才浩德也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資產美匯指數 早前曾經強調到94元 現在跌回90元 會否更來我們剛才說的A股 港股和黃金升 都是跟美匯指數偏弱 令到投資者的錢湧入風險資產有關 浩德 傳統地去看美匯指數弱的時間 其中一種理解 就是資產或資金 其實就由美國流向其他地方 所以通常美匯指數低 即是DXY低的時間 新興市場就會有錢入 新興市場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 其實就是中國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MSCI 大陸的比例佔了四分之一 所以每次的錢由美國流走 其實有部份都會流向A股或港股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錢從外面流入 你都見到比較明顯 甚至乎A股最近比較強勢 你見到透過香港互交通入國內的資金 即是北上資金 即是由南向北,由香港入大陸 那些錢不一定是香港的 可能是一些所謂外國的資金 經過香港的窗口進入大陸 其實都是創回一個比較近年的新高 即是單日是幾百億的資金進入 參與度是提高了 我覺得背後 如果雲觀這樣看 可能解釋就是 部份的資金 開始沽少少美銀 可能對美元沒有太多信心 剛才思坦提過兩點 流回到其他地方 你見到中國大陸在這段時間 債息是下跌的 其實是外面有資金去買國內的債券 股票上都很明顯是交投由於 自己當然比較暢旺 但境外的資金進入都似乎是一個比較明顯的跡象 整個投資市場 一個很主導的因素 其實都是美元 如果美元強 美元資產當然上升 以前 逢美元弱的時候 港股也好 不止港股也好 其他第三世界的股票也好 所以美元的因素是一個很主導因素 美元的地位 其實我自己看 都是十級以下 即是高峰期的時候 一百六十點都見過 美匯之數 應該八十年代的時候見過 一路跌到最低 應該是 金融海嘯左右 去到七十多點 我想 現在是九十點 在中間 要跌也有跌 我看這個時候 好看中美角力 拜登上台 要制約中國的能力 夠不夠 如果純粹看免牌 中國是不利的 例如拜登聯同歐洲很多盟友 五眼聯盟 日本、韓國 一些發達國家都歸隊 一起聽 去指揮 去對付中國 陣勢擺出來是很強的 但現實中國在經濟上受到的影響 不是那麼大 中國進出口貿易 一路增長 盈餘又增長 想 美國人不要投資 大陸那麼多 美國的投行 又不是這樣看 錢就這樣去 中國的國債又有 購買A股 又有 資金都是看哪裏有增長 去哪裏 所以 如果你出了那麼多的力 一起去禁止 禁止它 譬如 現在 美國的經濟戰 全球的比重 都是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高峰 去到三成幾四成 整一下 現在剩下兩成鬆一點 美國經濟 幾戰世界的比重高 美元的地位 就會穩妥一點 現在越增越低 整體來說 趨勢 都是向下 所以 我自己認為 美匯指數90點 是 不是一條 一定守得住的底線 可能90點也有機會再跌下去 如果 美匯指數跌穿了90點之後 對投資市場 尤其是第三世界的 應該有利 師傅 近來第一個影響 除了A股 或者國內的債券 人民幣都在升 升穿6.3 有沒有可能 剛才說 壓住 中央內地央行 要壓住人民幣 不讓它升得那麼快 如果 未匯指數跌 人民幣對所有的大部分 currency 都會升 有問題 央行會出手 如果美金現在回到90 如果今年2021年計 去到這五個多月 其實它都是升完 就跌下來 暫時來說 美元指數 其實都是 平穩 捱著在90 但是 同一時期 其實人民幣 自己是發力 剛剛說的 去到6.3 大約今年 就升幅 暫時是2% 當然 因為這一個月 由於美元突然偏弱 人民幣相對的強勢 亦比較快 我自己 一路的判斷 覺得 其實在人民幣升跌的取向當中 中國大陸政府 應該是希望能夠平穩 輕微向上 輕微升值 比較符合到國家發展利益 因為中國大陸很希望 第一 不過分依賴美元 因為美元 剛才師生說的重點 美元本身 經濟實力是差的 就是靠一些其他的政治影響 他的股市 作為 將資金重新投入美國 他捱著美元的弱勢 在中國大陸 其實我們本身就是希望 人民幣能夠更加開放 很多對外的貿易 不再依靠美元 所以 很多大政策 都希望 其他的貿易夥伴 或者資金 就用多些人民幣 如果你要多些 外國的 武斷企業 金融機構去接受 人民幣作為 能夠同美元匹配的貨幣 這個貨幣都不可以 大上大落 第二 叫了外國投資者 買了人民幣資產 最好你的貨幣本身 有一個平穩的升值 甚至乎賺錢 令到人家會覺得開心 因為如果你的貨幣 要求人家去買 但人家買完之後 長期支持著你 但你一直貶值 人家計算得不太好 所以我相信 人民幣 在客觀條件下 應該是一個 平穩向上 比較符合中國發展的利益 亦都符合 經濟的 背景 貨幣 貨幣和貿易 沒有盈餘 很有關係 中國貿易有盈餘 人民幣應該強 要有多些人來買你的貨幣 多些人來買你的貨幣 生產成本各方面都是人民幣 人民幣 當然會強 如果在美國的態度 美國經常說中國人為地 壓低人民幣 說他操控貨幣 主要不讓人民幣升值 因為美國覺得中國借 便宜的人民幣 在出口上造成優勢 美國現在是否還想 人民幣 不要貶值 是升值 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 美國買大陸貨 就會有輸入性通脹 通脹期間 人民幣升值未必對美國有利 所以 有時貨幣 升好、跌好 對國家 是不是有利 都有很多因素提起 現在我自己覺得 北京當然不想人民幣升得太厲害 升得太厲害 影響出口的競爭力 但是它需要有一個穩定的人民幣 另外 之前曾經有一段時間 人民幣跌的時候 連內部的 信心 都會受到一定的動搖 亦都會 引起 內部有 走資潮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以現在的情況 人民幣是 穩定偏好 是最適合的狀態 其實如果我補充一句 我覺得 近幾個星期 大家對人民幣的走勢升得很急 但是如果 拉長一點 我們年初 其實已經討論過一次 人民幣本身 出現一個 外面資金湧入得太過 厲害 令到在去年下半年 今年年初 中國大陸政府 有些所謂排紅的措施 一些企業 一些銀行 令他們 多些 讓他們持有外面 非人民幣的資產 舒緩人民幣升值的 只不過 早幾個月 人民幣突然轉強 大家好像忘記了人民幣 有一個大量的湧入的情況 當這個時間 美元開始弱 突顯了人民幣整體 無論在政治上高 或是經濟 或是外貿上高 都是有向上的情況 疫情好一些 通關 中國人又出去旅遊 出去消費 人民幣就在用上一些美元 先生,你講到疫情 我近期觀察到 香港可能 某些資產 例如房地產的股票 都嘔吐了很久 近來都反彈得很快 會否在側面反映 投資者開始有信心 香港疫情是受控 最新的幾天都接近零確診 會否回到去年年中的樂觀情緒 甚至有機會短期擺脫疫情的困擾 我自己覺得 疫情應該逐步逐步會舒緩 我發覺政府現在要隔離、要檢查 力度強了很多 以前 我們公司都試過有人中招 那時只是隔離左右 要去 現在有一個中招 整座大廈 都入去了 都入去了 或者它曾經來過 即是它是 嚴密了 當然 如果你一開始就這麼嚴密 是被人罵的 初初嚴重的時候 都說 疫情都不太嚴重 要怎麼搞到這樣 但實際上 燃了之後 是有效果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即使還有少少 在社區有些隱形的帶菌者 還可能傳播 應該 數量已經少了 而且它一撲頭 就撲起來 全部撲起來 我認為 未來應該有機會好一點 還有現在也有 百多萬人 打了第一針 雖然未到集體免疫的效果 但也起了一定 病毒 但這裏又不能入 但那裏又不能入 起碼百多萬也有六份一左右 六份一 不是那麼容易被它感染 或者感染了都不會很嚴重發作 所以我自己看 疫情應該會好一點 疫情好一點 起碼 一些 飲食 零售 那些 優先 才會好一點 然後 旅遊、航空 市面就會暢旺 現在市面都暢旺 我下午出去吃飯 以前是 大部份不用等位 現在都開始要等位 先生,你之前提過買了舖位 應該現在的回報都不錯 那不是那麼快 我相信舖位市場 現在是 投資者最敏感 購買的人會為將來的好景 付出代價 租的人要看眼前的生意 租就未曾立即好 但都比之前好 浩德怎樣看 是否股市 告訴我們香港的情況 應該會好轉 暫時 你見到一些具體的說 一些零售股 譬如說 周大福 新鴻基等等 一些跟本地的民生息息相關 其實都見到 已經起動 正如言打施山說 投資者永遠就是會將 未來盡快反映股價 某程度市場都覺得 無論從疫苗接種情況 就是本地確搶情況 大家似乎 情況好似樂觀很多 浩德有個新消息給我們 是否有發展商會 打完疫苗可以抽獎送樓 我們剛才剛才看了新聞 其中一個本地發展商應該就是信摩 他們剛才說 怎樣可以 幫助大家快點打疫苗 他們拿去其中一個新樓盤的單位 都有四、五、八呎 那麼貴的六、八、四、八 在觀塘 我以前住的那區 觀塘最終生區 海匯 漁民坊 海匯 那些四、五、八呎 其實等於以前六、七、八呎 作為一個 小家庭 其實不錯 樓價去到一千多萬 好像1080 新聞所說 打了疫苗就可以抽獎了 好像我已經接種了 在這段時間已經接種了的人 就算是在消息之前已經接種了的人 都可以參加大抽獎 即我和你都有機會 私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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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三人有機會 香港就應該有百多萬人 如果找多幾個發展商 便多幾間 所以 呼籲大家 如果想香港疫情 可以更加快 舒緩 大家不妨因應身體的情況 去考慮打疫苗 我們今集的時間到這裏 如果對C基金有興趣 不妨去我們的網頁 或者youtube channel 看多些我們的資訊 我們下集再見